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4日 昨天有关范冰冰的消息 网络上炸了锅 很多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那么现在大概可能要很长一点时间 人们还是要期待范冰冰能够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当中 这方面的猜测、议论、怀疑、批评 都很多 那么我认为范冰冰这次可能经历这个事件 也就是被监禁了123天 这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 通过这个事件 他也看清了随时他真正的朋友 那么今天我看到网络有个消息说 范冰冰是不是受到了这种威胁、越带 甚至这种恐吓等等 这个毫无疑问 因为既然是失去自由了 那肯定是这个期间是很不舒服 昨天我也讲过 过去都是人的宠啊 现在一下子和这个与世隔绝 在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你不论是在招待所里 你还是在宾馆 还是在看守所里 反正是啊 只要失去了自由啊 这个人们都感到非常痛苦了 这个没有人身经历的时候啊 你没有切身经历啊 你不会有啊 这个具体的感受 那么范冰冰这次消失这123天 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现在我认为只有范冰冰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啊 但是由于范冰冰这次这个消息 第一个发布的是新华社啊 接着中央政法委啊 这个微信公众号 也发表了一些观点 非常显然啊 这种党管司法的体制啊 肯定对范冰冰即使给他自由 也是有交换条件的 不仅仅是 就是说 拿出这个8.8亿啊 这个巨额的这个罚款啊 这些这个欠税的钱啊 等等 还有一个条件 很可能就是谨慎啊 闭嘴啊 也就是说按照国安方的要求 这个出来讲话啊 那么范冰冰的盗窃戏 是文字化的一种表现啊 那么至于说 他在这个监禁这个123天当中啊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这样 这个人生的旅程啊 这个心理的旅程啊 我想啊 最起码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啊 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我想肯定每天都是哭声泪人啊 这也毫无疑问啊 可能最初的时候 这个还保留一点 就是说尊严啊 可能还强势啊 还要这个狡辩一番 但是啊 随着案件的这个发展啊 因为123天就证明已经经过检察院 这个批谱了啊 一般情况下 接近这个30天就批谱 然后交给检察院 那么经历过123天肯定是检察院的最后决定啊 不起诉啊 撤诉了 不起诉 那肯定上面还是有人给他讲话啊 这一点昨天我都已经 这个推测过 分析过啊 我在重复啊 我只想讲什么呢 就是范冰冰啊 他在这个言论方面啊 这个交换条件啊 人们可能还不够充分的了解 因为他既然是和这个有关方面大声的协议啊 就是说呢 用这个8.8亿啊 输卖自己这个自由 那肯定是 这个要在相当常理的时间内啊 可能要晋升啊 那么晋升当然 由于他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啊 那么下一部很可能还要参加演评的拍摄啊 到了那个时候 即使他开口讲话 也是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啊 也是不敢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被监禁期间发生的这些故事啊 特别和这个作案组世界的这个思想交锋啊 互相之间这种缠斗啊 这些过程讲出来 如果讲出来的话 同样招致这个灾难啊 因为从这个小的监狱放出来 到了一个大的监狱啊 我们知道从共产生总 专制统治啊 这个 就公监法 死都掌握在这个 政法院手里 那么 舆论阵地也在这个党的手里啊 党的手里 其实就在最高的国家领导人手里啊 那么现在很难推测了 究竟是什么人帮助这个 也要这个自家人坐在一起啊 也是相拥而替啊 这个也是回顾过去这个 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只是在一个小的范围里 讲出真相啊 那么其他方面只能啊 就是顺着啊 这个政府的要求啊 按照政府这个指挥棒 发表这个道歉信 同时啊 还要仔细地 小心翼翼地 规划以后的生活啊 那么从今天网站上啊 今天博讯网发表条消息 讲到什么 说是范冰冰 已经在出售了北京 这个一些房产啊 说是在北京 他出售的房产呢 是这个 41套啊 包括这个棕榈啊 全这个别墅等等 我们知道 北京这个地方的房产呢 非常贵啊 非常昂贵啊 因为很多人 都这个涌进北京啊 因为北京 这个是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啊 特别是权力过于几种 办事都要找这个领导啊 找级别最高的领导 那肯定人们都拥挤到了 这个城市 这也是政治体制 这个决定下的 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结果造成了 北京的房产物业啊 那真是天价啊 那么可以看出呢 范冰冰现在这个 光是在北京这个房子 这次要打包出售的 就多打死这一套 那么我看到这以后 感到很惊叹啊 我认为 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啊 虽然是一个知名的这样的 这个电影表演艺术家啊 一个演员 没有必要 要这么多的房产 因为人生 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所能使用的财富很少啊 你再有那么多的房产 你不在乎晚上 就是一张窗啊 这个贪婪 这个欲望啊 是造成灾难的 很大的原因啊 我们可以回顾 这个古往进来啊 很多人都是 因为贪财出了问题啊 最后死掉了啊 那么财产也没有享受到 都丢在世界上啊 此次自己 流下了无尽的麻烦啊 这方面的教训都非常深啊 看来这个 我认为这个 这个范冰冰啊 应当聘系一个好的经纪人啊 这个经纪人不仅仅是 帮助他 这个累积财富啊 使财富不断的增值 而是什么呢 而是能够对他 进行一些心理的辅导 和思想的这样启迪啊 找一个有水平的人啊 真正的 能够在人生 作为他一个啊 这个老师这样的人啊 能够引导他 可能就会走上一个好的道路啊 像他这样 无休止的积累财富啊 而且还是为富不仁啊 有那么多的钱 还要在霍尔果斯 在新疆 这个 这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 办一个人家的 在岁数方面 可以获得优惠的地方啊 这个办公司 而且在江苏这个地方啊 自己这个 下面那些公司 也是这个 违背国家 为岁数的一些政策啊 一些法律啊 也就是说 非常的贪婪啊 如此年轻啊 以后这个 赚钱的机会多得很 而且已经有了 这个 那么高的知名度啊 我认为 就没有必要自己 过于追逐金钱啊 我以前多次讲过啊 民和利 不可松手 鱼和凶啊 鱼和熊掌 不能见对啊 你不可能在世界上 活着的时候 就这么多财富啊 结果自己都想 拿我自己手里 而且还想让人家 给一个好的评价啊 维护一个虚拟的家形象 那么这次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次被监禁呢 即使是被受到的一些威胁啊 恐吓呀 以我认为 也是得到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刻 这一刻非常重要啊 让这个过去自称之 犯爷的啊 知道自己是孙子 这个 究竟是半斤八两啊 就共产党 这种政治体力就是这样 不仅是对这个官员啊 对其他这些 有私企的一些啊 一些这个大腕 明星也是这样 共产党翻脸 是需要几分钟啊 非常快就翻脸了 而翻脸的话 就可能拿出 法治这个历史的成途啊 即使对这样的 全世界恨恨有名的 这个明星大腕啊 那也是更不 毫不说远啊 不过这次 好在在最后的时刻啊 没有把他送进监狱啊 我们知道同样的 当年刘晓庆 投税不过是两千万金额啊 最后再坐牢了一年 而且这年一年期间 刘晓庆真正感受到了啊 这个人间的这个冷暖啊 过去很可能 都是一些 追捧自己这些粉丝啊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啊 真正是血送送他的人 非常少啊 那么刘晓庆在上个时期 我记得在我们的场合 也这个零零碎碎的啊 讲到他这个 被监禁的生活片段 但是更多的内幕 他还没有讲清楚啊 也不敢讲 因为你还要在这个场子上混 你根本不可能 把所有的真实这个内幕 讲出来啊 那么我根据 海外网站一些消息啊 说是当年 就刘晓庆之所以 坐牢是一个得罪了母系 中共大官啊 甚至说某一个 中共的高官 约这个刘晓庆到他这去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方面传播都很多 刘晓庆拒绝 结果得罪了 所以他大级报复啊 那么这些新闻都很难讲 他到底真实度啊 因为我们知道 从公这种舆论方面的掌控啊 那是非常严厉的 往往很多官员是一边做坏事啊 一边是封住老百姓的嘴啊 那么同样的 你想对于这个 樊冰冰啊 这个案件 那肯定是列为一个机密啊 那么既然和官方 达成了协议啊 有了交换条件 那么从此以后 可能樊冰冰就变得和以前 大别不同啊 一夜间就成长成熟起来啊 那过去可能是 心灵心灵还得想这个 存进啊 当然刚刚讲到了啊 也有一种就是 金钱 追逐金钱的欲望啊 这就是社会风气所污染 那么同此也可以看到 就是毕竟这个年龄段啊 经历这样的事情 都很快就变得这个成熟了啊 也知道 现实生活的这一言苦心啊 也就是说 在中共这种专制统治下啊 如果说不和官方合作 想在这里搞些小动作 那肯定要出问题啊 那么根据整个形式的分析 我认为啊 他这一次 之所以拿他说事啊 有罪着两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国家 现在和这个 中文贸易战 受到这个冲击啊 经济形势的确不佳 政府这个口袋 现在变得瘪了啊 当然需要钱啊 那么以前 当然钱很多的时候 非常富裕 可能就不再在乎 这些明星大伙 投赶税啊 因为投赔这个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我们通过网络 披露这个 叫樊冰冰的故事 可以看出啊 就当地 江苏这个 当地的税务部门啊 早就应该发现啊 这些问题 早就应该处理 之所以没处理 可能有腐败的问题啊 权钱交换的问题啊 说不定有权色交换的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国家当时啊 这个裁员滚滚 不太在乎 这点小钱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么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 非常严酷啊 手里面有钱 银根紧啊 就要想办法 从哪里找啊 那么肯定要把大目标最对准的这个 吴小辉啊 萧建华 叶简英 等等 与此同时 也要对准这些年轻大伴啊 这个所谓的编剧啊 导演啊 制片人啊 一些演员等等 这些人也是一个目标 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 这个从中共目前啊 这个整个舆论就横起来 看海里面啊 就是说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到 之所以搞这么一个 有关范冰冰的 轰动兄弟 效应的行为啊 也是为了转移啊 这个统治阶级啊 不喜欢某些热点 这个舆论啊 也就是说 搞这么一个新闻 就覆盖了另一些啊 人们关心的新闻 那这些说人们都关心什么新闻 我想我不讲 可能读者也都知道啊 点到位置啊 也就是说 这个中共这种 目前的统治啊 是非常非常的精细啊 在很多方面 都做了充分的考虑啊 所以说 范冰冰这个世界呢 表面看 是崔永元啊 从五月份爆料开始 引发这么一场啊 这个大的新闻 实际上背后肯定有推手啊 说不定崔永元本身 他也就并不执行 知道真实的内容啊 因为以前 我们知道 这个手机 这个电影影片啊 对这个崔永元的伤害啊 早就形成了 都历失了这么久 为什么现在 这个拿出旧闻来说事啊 一定是也是有 深刻的背景啊 有很多事情啊 都是我们这些善良人啊 这个表面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 很难说清啊 这些真相啊 那么范冰冰这个案件 不管怎么样 现在啊终于最后啊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不过随之而来的 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啊 一些官员受着牵连啊 还有一些 这个影视界的一些明星啊 守着眼 这件事情的一种真摄啊 分子的 拿出自己的这个钱财啊 拿出钱财是很心疼的啊 因为人 就普遍的这个人形的路点 就是贪财啊 所以说 这一场这个 关于范冰冰的这个 投罪案的一轮啊 还会持续下去啊 但是做范冰冰来讲 我认为啊 能够就是说 非常幸运的逃过一劫 回家和自己的妈妈啊 弟弟一起包饺子啊 坐在一起啊 这个人生是最大的幸福啊 至于说 过度的金钱啊 过度的这些 虚假的这个名声啊 没有用啊 这个东西都是过夜夜雨啊 只有自由 这个是最可贵的 那么这是有关的 这个范冰冰啊 这个新闻今天 因为网络上 读者都非常关心啊 也就在啰嗦这么多 那么 我认为啊 这个与此同时啊 最重要的新闻 并不是 这个范冰冰这件事 现在人们都忽略了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消息啊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中美这个 目前这个 这个争斗啊 中美的贸易战啊 现在发生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啊 也就是有可能啊 引发成一场 这个军事冲突啊 那这方面发生了一个 非常这个震撼人心的细节啊 一个故事 也就在这个 9月30号啊 那么中国和美国啊 两军的关系啊 这个发生了这个摩擦呀 也就在南海啊 这个有一艘 这个驱逐舰 美国的驱逐舰啊 他在这个南沙群岛的附近啊 这个进行了这个航行啊 结果呢 这个促弄了北京啊 非常敏感的神经啊 那么这次北京采取什么措施呢 非常强硬啊 一艘中国的驱逐舰啊 毫不客气的 试进这个美国这个驱逐舰 双方的距离啊 非常近啊 仅仅有45米 也41米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这个猜测一下 那么中国的驱逐舰 敢于走进他啊 这个迎头去 去对峙啊 我认为肯定是 最起码是中央军委啊 请示了这个 中共最高领导人啊 那么中国这个军舰呢 这个态度向外界释放 非常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位首的 这个中共这种目前啊 这种对局势的一种判断 和分析决策 是绝对不低头啊 不让步啊 非常强硬啊 所以说我看说美国 迫使美国军舰改变了航道 这说明什么美国在这个 造型关系方面啊 虽然用老川普推动啊 一浪高一上的制裁的措施啊 这个贸易呢 不断地增加互相之间反制啊 制裁和反制一直发到今天啊 但是好像有了感觉啊 老川普还是有点底线啊 也就是说呢 还是希望啊 就是能够中美 做下了他的 除了是中方这边 现在看来正在等待什么 中期美国中期选举啊 看能不能有所变化 我认为啊 老川普不可能下去 他会 美国的人呢 会选择他呀 这方面不要抱有幻想啊 那么中国和美国 还是应该这个仔细的啊 无想的做下来 认真的啊 在这个经济各方面 这个商谈 千万不要 由这个贸易战 算发成军事冲突啊 那么这一次 是个非常强硬的信号啊 还不错啊 美国这个一艘军 这个驱逐舰呢 当时还采取了 这个灵活的啊 避免这个措施 也就是屈服的实际上 开走了是吧 那么我认为啊 南海问题 这个也可以做下来谈判 没有必要 为了这个区域啊 这么一艘军舰 互相之间搞的 矛盾很紧张啊 一旦发生战争 再进一步升级 由于中国和美国 都是两个拥合大国啊 所以我一直强调 千万不要想象啊 按照有些人的想法 就是美国不断地施压了 反正中国就变得 这个低头 然后就中国业界 实行的领土啊 我看不会啊 因为中共这种统治啊 专制统治啊 虽然是不得人心 但是他自己也不会低头啊 可能要延续一段时间啊 那么才 但是现在看来 从美国这方面啊 这个在言论方面 也是非常的这个强硬啊 我今天看到了 这个一个重要的新闻啊 美国的一个副总统啊 这个彭斯啊 在这个哈德森研究所 讲到南海问题啊 讲到了这个贸易战啊 讲到的军事这个对峙等等啊 也提到9月30号 这个美国驱逐舰呢 在南海这个 这个附近啊 这个游异这个情况啊 那么呢 从言辞可以看 就是这个彭斯 显得非常强硬啊 但是从行动看 好像还是留有非常大的一个 让步的余地啊 回旋的余地啊 但是我们通过 这次彭斯所讲的话呀 可以看出 现在美国啊 的确是在 环绕着这个川普啊 的确是一个 有一批强硬的啊 和美国 和对 和中国啊 进行的强烈对抗 这些人啊 在鼓动这件事情啊 所以形势非常非常的复杂啊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之前啊 这个美国国务院 在9月20号还宣布了啊 说中国国防部啊 这个购买了俄罗斯的 这个苏霍尔的啊 苏霍尼这种 35战斗机啊 那么还有这个 400啊 S400啊 对空导弹系统 这件事促弄老川普啊 结果下令啊 第一次对中共中央啊 军事联会啊 中央军委这个 卓美发展部 及部长李尚富 施加了金融制裁啊 这个制裁 一个是对机体 也就是这个装备部 一个是对个人 这个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我想啊 之所以啊 现在这个中国人的军舰 驱逐舰啊 迎着美国的军舰 开去啊 非常强烈 和这次 可能和这次的 这个冻结啊 美国宣布冻结 他们在司法部 管辖区的资产 阻止外汇交易 限制他们 透过美国金融体系 进入全球金融市场 这件事啊 有密切的关系啊 也就是军方非常生气 那么肯定军方 不可能 这个擅自行动啊 也要倾斥习近平 习近平也支持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 使中美这种 贸易的冲突啊 经济的分歧啊 可能转化为什么的 军事的冲突 那么军事冲突啊 如果一旦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 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啊 因为这是两个 拥合党国 达到最后啊 我认为啊 没有剩下 很可能是地球毁云 人类就消失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 有些人想象那样啊 这个特别是美国啊 还这个在出售 这个武器方面啊 给台湾啊 我过去多次的批评过啊 就说中国人啊 不打中国人啊 不要提这个武统台湾啊 那么台湾这一方面 要这个小心谨慎啊 也不要一再的挑衅啊 那么你购买了美国这些 所谓的这些军事设施啊 表面看好是防备性的 实际上也是为这个战争做顺庇 那么有可能啊 这个毁灭啊 这个中华民族啊 我们知道过去 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啊 这个各有一个大脑啊 这个毛泽东和蒋介石啊 打了一辈子 最后结局怎么样啊 这是非常非常的灵人 这个悲伤的故事啊 这方面就不去重复了 网络上的消息都是太多太多了 好入烟海啊 有关国民党的事情 有关共产党的事情 你说这两个党 到底是怎么样啊 好互相之间 有一些追随者啊 到最后造成了 中国现在这种局面啊 两岸分治的局面啊 我看到这个 这次这个 哈德森研究所这次演讲 这个副总统彭斯讲的话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乐观的 他说呢 在11月份啊 可能啊 还要搞这个 军事演习啊 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啊 那就说这个可能 双方之间这种冲突啊 军事上的对峙啊 现在释放了消息 不仅没有狩猎啊 而且要提升啊 如果真实的 当然话 我相信啊 但可能在国际水域啊 这个所谓自由航行 这问题 就变得越来越敏感了 是不是 中美真的啊 就是在能发生冲突 说不定啊 所以说这是一非常避免的 要避免这个 就最后这种啊 非常危险的 这样局势啊 那么这件事情 我认为啊 比网上纷纷议论的 有关这个 反兵兵的事情 做得多了 你反兵不过是 一个电影明星嘛 一个非常具体的 这么一个 这个案件啊 而这个中美 这种冲突 关系的问题啊 我认为是整个世界 现在 大家必须要认真 考虑的一个主题的问题啊 搞不好 我跟你讲 过去的一切 都是随时 这个烟消云散的 所以说 如果真的爆发了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最后一次战争啊 人类不会再有 第四次啊 因为这次 双方 手里拥有的核武啊 这个可以想象 多么大的威力啊 所以在这方面啊 大约就是 海内外的舆论啊 都能够 提供一些正能量啊 能够祸及 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啊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前不久 这个中方在这个 为了这个中 为了美国这个 中期选举啊 给这个川普啊 一些负面的消息啊 中国的有关方面 在这个川普的 这个老家啊 他这个 这个票仓这个地方啊 还买下了 这个一些媒体的版面啊 也宣传了啊 这个有关这个 特朗普的一些 负面的一些东西 我认为啊 这都是 就具有这个 这个挑衅性啊 不应该搞这些东西啊 因为什么呢 在新闻方面啊 中美原本就不是对等的 人家这个 这个在美国这个国土上啊 那么 北京这些官方的媒体啊 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市的啊 中央电视台 等的 还有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 这些自个人啊 办的一些催恐啊 中共的这些媒体啊 可以讲 并地都是啊 你看到那些 华人超市的文件 都发了很多免费的报刊 大部分都是 歌颂共产党的啊 歌颂中国政府的啊 但是呢 反过来讲 你美国的 这些媒体机构啊 虽然有的可以在这个北京啊 建立这个 这个金字战办事处 但是采访 却受到了很多限制啊 甚至打压啊 这方面我就不用讲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是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了中美这个贸易战 这样的非常的复杂的 诡异的形势 怎么能够允许啊 这个外宣部门啊 跑到人这个报纸上去 划钱买买买面啊 发表一些就是 对这个川普不利的消息 非常明显是要干预人家啊 影响干预这个选票啊 这本身就是一个 我认为啊 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策啊 结果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什么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事情去结束啊 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最起码啊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刻 应当啊 采取一些化解的措施啊 因为这个 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啊 如果能把两个人 都是他们就是说 镇定下来啊 握手言和 这是件好事 而不是股东他们互相之间啊 动拳头对峙 到最后流血冲突啊 甚至一方死亡啊 同样道理啊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特别是中期选举要来临的时候 我认为啊 应当就特别的谨慎啊 不知道是什么人 外宣部门是哪一个人 出着灰脸子啊 在这个 川普这个票仓这个里面 还搞几个广告的砖板啊 花钱买砖板 花钱办的坏事啊 这个不但没有啊 把这个川普这个威望打下去啊 反倒可能还起些反作用啊 所以说 通过这个事情看啊 也就是习近平 他这个团队当中啊 在主管意志形态方面 很可能有些人啊 这个水平太差啊 甚至说不定也是高级黑也很难讲啊 这里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啊 或许也是有人就是在这个反腐败运动 运动当中遭到证诉啊 故意采取这种表面看 好像是为了这个正面报道宣传 实际上是在这里起反作用啊 从下面呢 拾了一半子 结果造成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啊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这个老川普虽然是在美国啊 这个是面临的是一个西文自由这个环境啊 但对这一次这个砖板的宣传啊 也非常恼火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和他的这个选票啊 这个太密切了 我不知道美国是一个选举的 选民选举领导人的国家 那自然而然他特别重视这一点啊 这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题目啊 一个话题啊 那么我看到网络的 有关很多中美方面的这个报道啊 有的说准备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假如老川普的 这个还是啊 这个权势者的话 可能这个中方这边就要派留和 继续到美国去和美国进行谈判啊 我认为不论怎么样啊 不要想象啊 美国这个选票会发生 选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啊 因为通过这段时间 这个川普的这个内政外交政策 据我所知啊 他在美国国内还是声誉啊 这个胜过以前那些总统啊 很多政策啊 大受欢迎啊 而且美国的股市也不错啊 经济上也拿到了一些这个甜头啊 所以说要想这和美国搞个关系啊 必须和川普搞个关系啊 那么呢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谈判 我认为啊 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啊 最好能够选派啊 这个汪洋这样的啊 能够善于黄金矛盾的关系啊 能参与进来啊 甚至能够派他直接的啊 这个和美国的一些方案进行谈谈 非常可惜 汪洋现在安排这个角色啊 是一个这个非常清闲的位置啊 放到正邪这里 这真是费着这个人才了啊 我们知道汪洋曾经在中美对话 这个有关会议上讲过啊 也就是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 夫妻关系啊 吵吵嚷嚷的 但是还要过日子啊 我觉得汪洋这个话啊 这个这个固定的啊 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主题啊 这一点非常好啊 现在就需要能够在中美之间关系啊 这这方面能够就是化解矛盾的关系 非这个汪洋莫素啊 那么此外啊 虽然是李克强 他不是习近平这个团队啊 这个说 这个新人的这样一个国务院官员 但毕竟现在还是国务院总理啊 也就是说呢 让李克强也能出面啊 到美国去和这个川普谈判 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那么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观察 现在看来 刘鹤这个身上的担子啊 太重啊 金业夫的责任啊 太庞杂 恐怕他力不从心啊 根据以前他谈判这些 结果来看啊 并没有胜算啊 所以建议就习近平啊 能够从国家利益的考虑 考虑啊 世界局势这方面去思考啊 能够就是说 再能够宽容一些啊 能够就是说 这个在选材用人方面做一些调整啊 那么刘鹤 你不妨让他干点别的啊 因为从目前我观察这个情况看 刘鹤好像很难胜任啊 中美首席谈判 代表这个任务啊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以后 会啊造成很多的这个被动的麻烦啊 但是呢 像我这样的这个文人啊 人为言情啊 人家未必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可能我这个视频节目啊 中共这些决策成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还是一再啊 就表达我的观点啊 因为我希望世界能够和平啊 中国和美国能将过去成为好朋友啊 中国还要保持啊 邓小平留下来的韬光养晦啊 管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不必去过于啊 出去这个在南海啊 在这个一些一带一路各方面啊 搞一些政策造成了美国的就恐慌啊 就中国不要做老大啊 应该说甘心做这个老二老三啊 办好自己的事情啊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这是今天啊 都要点评节目啊 我从这个范冰冰的案件 一直谈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啊 那么非常感谢啊 广大网友的批评 很多网友啊 给我发了很多的微信啊 很多的这些email啊 都是希望啊 这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啊 再次 我再次表示真诚的谢意 谢谢 明天见